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没有意识地就讲说救我 救我 这样 到了医院检查才知道母亲是脑干出血的中风 一个很健康的妇人早上提着菜篮去市场买菜 然后就是她人生最后一次好手好脚地走出去 然后她就再也不能够好手好脚地走回这条巷子 到最后就是把工作的业务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割舍 就那三年的时间你每天就是在打仗 五点多起来然后先到公司去 七点多八点我就可能回到家里 载她去一个中医诊所 那我父亲就会陪着 那我再赶回去公司工作 一直到半夜 那我母亲生病之后就变成 我跟我父亲都要转为一个照顾者的角色 有一天我正好不用工作 我开车出去的时候我就很下意识地看那个后照镜 发现我没有梳头 而且我只是看了一眼 然后我很惊讶地说我父亲从后座 他就从他的口袋里面 就拿了一个树子给我 那一刻我非常地震撼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这么体贴的人 为什么我一直都没有发现 我突然觉得其实我也很爱我的爸爸 只是我们从来就没有这样地相处过 那父亲走了之后就变成我代替了他的角色 这也是母亲节前一则让门 回到那个时间就是我母亲就常常 只要我父亲晚个一两分钟回家 他就会很难过 在那时间其实不了解他是忧郁症 只是觉得他身体可能不好 有时候妈妈比较好睡 他情绪比较稳定好睡的时候 其实坐在病床旁边自己会非常地难过 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为了减轻我照顾的负担 然后就让他像椅子睡 之前我就是选择跟我父亲亲自照顾 那其实在台湾目前的经济状况 还有家庭的结构里面 那是一条非常吃力的路 不花钱的结果是我们付出更大的代价 那一直到我父亲突然间病倒之后 我才发现我们是需要帮助的 台湾对于这个需要长期照顾者 表面上看起来很多选项 可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家庭来讲 其实是没有选项的 如果你经济状况不好 你就得自己独立照顾 如果你在成了你的收入跟付出的成本之下 你第二个可能的就是请外籍老公朋友 我觉得应该给老人家 就是有尊严的照顾 然后有情感交流的照顾 少了人的灵魂的依靠 少了情感的交流 它只是一个 类似生命维持器的系统而已 子女一直觉得没有把父母照顾好 父母一直觉得他拖累了子女 身为中年子女的我们 也许我们有比父母更大的恐惧 因为方向盘在我们的手里 可是我们自己不知道 未来要往哪里去 自然间是谁 方向盘良 Druze 其实不证实的人